如今随之安东一块要加盟火箭队,只要成亲戚一果,现在自由市场上的剧情可就不多了,而最让人可惜的就是闪电侠维德了。 为了热火,闪电侠拒绝了2500万美金的合同,一直在等待热火队的呼吁,可惜的是,热火队还在借卖着维德的忠诚,不知道今年夏天维德是否会选择退役,还是热火队签约维德,这都值得等待。 如今的维德,生活中心更多的是偏向于家庭了,已经做好了退役的准备,维德在个人Instagram上传, 那一段自己和儿子扎伊尔维德一起打试练赛的视频,并写到16岁与16年,除了感想儿子的成长,也在感慨自己职业生涯至今的伟大,闪电侠却是在NBA伟大,三座总冠军,科比,乔丹之后最伟大的得分后卫,而扎伊尔维德,作为闪电侠的后人,就为的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出, 妥妥的有据被成为未来第一人的实力,而且才16岁,潜力无限,被外界普遍看好,据悉,很有可能成为选秀前次的存在。 维德的好兄弟扎姆斯这样评价过扎伊尔维德,说他在这个年纪,没有扎伊尔维德的实力强大, 詹姆斯如今可是联盟第一人,并且保持了很多年,就连他都这么说,可以想象,扎伊尔维德的天赋,天赋这种东西,真的是强悍, 如果维德大学时期没有让一个霸越版,或许维德的成就会更高,如果热火队能够珍惜维德,那么维德的成就也会更高, 但是就是这样,维德也是历史第三得分后卫,可想而知,扎伊尔维德没有伤病的天赋是有多可怕,只要努力,不浪费天赋, 那么未来,很有可能看到扎伊尔维德通知连忙,只希望他能够找一个认真对待他的球队,别想热火就好,您的阅读,据说关注一下能脱单我。